记者刘孝新张化报道,旅获全国大奖的陆港国中南管部代系团,受邀参加2018日本饭田国际人形偶细节。 张化县文化局长陈文斌今天说,这次要感谢总统秘书长陈菊,以及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的促成, 让具有台湾元素的南管部代系团能够在国际表演舞台。 陈文斌说,陆港国中南管部代系团同时有文舞场,除了学生具有操偶,台语口白的能力, 还有南管的文场伴奏,成为国中校园少见的南管部代系团。 以往日本饭田国际人形偶细节都邀请高雄团体参加,这次陆港国中提出申请, 夜获日方邀请参加,感谢曾任高雄市长陈菊的协助,以及谢长廷在日本的居间帮忙。 陆港国中部代系团8月2日至8月7日赴日本,参加2018日本饭田国际人形偶细节, 及长夜县松川村夏之际文化交流活动。 行前,张化县长为鸣鼓道场为学生加油打气,他说,出国登上世界舞台表演, 就是为张化争光,为台湾争光。 陆港国中校长吴柏林说,这次出国表演感谢县福补助与支持, 镇公所也提供制服,尤其是指导部代系的施连郎老师, 以及指导南管的游舒肥老师,孩子们将演出三国演艺, 让南管部代系登上国际舞台。